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呀 我是孕妇 你怎么能打我 我就把你整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李买大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孕妇遭到恶意碰瓷 不仅额前还被打的故事 过程非常精彩 故事一开始 媳妇翠英的预产期 毫无征兆的突然提前了 处在外地视察的董事长老公大壮 正急忙在高速上赶来 没有办法的翠英让大壮开车慢点 自己则开车前往医院 这一家子开的不是宝马 就是奥迪 真是有钱人哪 但就在翠英准备倒车时 一个长相看起来就刻薄的女子 竟抱着一个不知名的瓦罐 瞅准时机就主动撞了过去 哎呀你咋开的车呀 这是专业碰瓷的呀 碰瓷女耗子 还故意将手中瓦罐摔在地上 真是够有心机的呀 没办法 翠英只得挺着大肚子困难的下了车 哎呀 你咋们开的车呀 会不会开车呀 你是不是瞎呀 对不起啊 姐我着急去医院 我没看到你啊 你咋们开的车啊 我这么大个人你都看不见 对不起啊 姐 要不然我带你去医院吧 浩子本来就是想碰瓷额钱 怎么会同意去医院呢 而且嘴上也特别不干净 随后还气势汹汹的责怪翠英打碎了花盆 心善的翠英也没多想 想着陪对方一个花盆就完了 但没想到这个没道德的浩子 竟狮子大张口 才五万 什么 五万 你这是什么花盆啊 你这个没见过四年的东西 我这个花盆可是前龙年间的 我虽然没见过什么四年 但你这个东西好像不值这个钱了 我告诉你 别跟我废话 我这个东西就值这个价 你这不论人吗 你做坏我东西了 我让你赔钱怎么了 我可以赔给你 但是你要的也太多了吧 我没告诉你妈小淫妇 这可是前龙年间的 一点都不多 这个浩子真是招人恨了 还在一旁说你再不赔钱 我可就报警了呀 翠英现在怀着孕 也一时被冲昏了头脑 现在应该自己先报警才对 而对面额人的耗子 就离不开两个字 赔钱 一直向翠英要钱 但就在此时 翠英猛然觉得肚子特别不舒服 姐 我真有声了 不行我得去医院了 谁不让你去医院了 去吧 那太谢谢你了姐 打一下 走是可以 你先把钱给我 我真的来不及了 你自主自国跟我没关系 识相点赶紧赔钱 真是太丧良心了 人家翠英都快生了 你在这一直伸手要钱要钱的 担心自己孩子的翠英 想尽快摆脱这个无赖 于是打给了老公的公司财物 让对方给自己赚五万块钱 收到钱的翠英 就这么简单的给浩子赚了五万 这可是一笔大数字了呀 不过浩子一直拦着不让走 想要摆脱赶紧去医院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本来以为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但浩子刚才听到翠英家居然开公司 贪婪的浩子仍不满足 说这只是赔的花盆钱 你赚我的钱还没赔呢 这不要脸的模样真是越看越气人啊 真想教训教训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蛮不讲理 我告诉你 臭不要脸呢 这根本连个监控都没有 我报警 就说你把我抓坏了 看你能怎么样 你就是碰层 你个臭不要脸的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过来 咱俩的事还没解决呢 姐我真的快要省了 你就让我走吧 走可以 等你走了我就报警 说你肇事逃逸 所以你就赶紧破财免栽吧 行我认了 你说吧 让我赔多少 行 两万我给你 哎 我说的可不是两万 我说的是二十万 什么 二十万 你怎么不去抢啊 少废话 你是赔钱 还是等我报警 好 那你报警吗 警察怎么处理我认了 你可想好了 我要是报警 你可就完了 你不报警是吧 行 我报 我撕给你脸了 你把电话还我 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呀 我是岳父 你怎么能打我 我就打你整了 已经不能用丧凉 新型龙耗子了 这简直就是杂碎啊 祈求大家长按点赞一下 给善良的翠英一些支持吧 感谢大家了 而翠英愤怒的道 记住 我是不会把钱拍 给你这种人扎了 恶心的耗子 看翠英还挺硬 于是打电话 让老公过来帮忙 而高速上的大壮 担心的给翠英打去电话 但此时手机被耗子抢了过去 直接被耗子给挂断了 不知情的大壮 只得加快速度回去 听到铃声的翠英 知道是老公打来的电话 哀求着向耗子索要自己的手机 但耗子始终是不为所动 被逼急的翠英 想要上前抢回手机 你把手机还我 真是给脸不要脸 你这样会伤害我孩子的 吵啥呢 媳妇咋回事啊 老公你来的正好 这个臭不要脸的撞了我还不赔钱 就你啊 撞我媳妇 我没有 我就是把个花牌撞坏了 我都赔钱了 你放屁 你就是撞了我了 你这人真是信口开河 行了 你说你没撞着我媳妇 你有证据吗 我 对呀 你有证据吗 你们就行行好吧 放过我吧 让我去医院吧 去医院 行 我现在我就给你拍一来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大家快看啊 这孕妇撞着我媳妇 还想跑 你这是歪曲事实 歪曲事实 这没有监控 没有人证的 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 我们说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看来这耗子的老公 也是一丘之和呀 就这德行 我们就叫他蟑螂吧 眼看自己被两个无赖欺负 无助的翠英假意答应下来 向对方索要自己的手机 这样才能打电话 给老公来送钱 听这话也有道理 于是耗子把手机递了过去 拿到手机的翠英 连忙给老公打去了电话 而大壮一听这么久过去了 翠英居然还没去医院 被两个无赖给缠上了 于是非常担心的主妇 让翠英先答应他们 多少钱都可以 等自己到了再说 知道老公马上就要到了 翠英这才放心下来 而一旁的两个人渣 以为大壮要送钱来了 经不住开始兴奋高兴起来 两个无赖额钱就额钱 还数次地打一个孕妇 真是不可原谅 而这时翠英又感觉肚子不舒服 这要是出个好歹 你们两个就等着进去吧 而就在这时 大壮终于是霸气地开着奥迪车道 一看自己的老婆被两个无赖围住 大壮担心地走过来护住翠英 结果无赖张郎一看大壮太奥迪回来 心里还嘀咕着这钱要少了 而看着老公熄火下来 翠英才想起来 自己的车还没熄火 大家注意 这里是个伏笔 你俩个兄爱呢 都俩不存在啊 看什么看 你就是他老公吗 对 我就是他老公 那就好 他把我媳妇撞了 赶紧赔钱 对赶紧赔钱 我们手里可以有视频 视频 什么 他们录视频说 有种人要跑 你们这就是所谓的断章取义吧 你别管我断手 你今天要是不赔钱 我就把这视频发网上去 兄弟 我要是把钱给你了 恐怕你会更难受啊 你跟我俩唱戏呢 我拿钱我难受啥呀 你们两个可想清楚 今天你们拿了我的钱 可不一定有机会花呀 我说 你少吓我 你等我是吓大的哦 兄弟啊 我听你的意思 你是不信呗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 也得给我赔钱 两个无赖还想继续威逼大壮 但大壮可不吃你这一套 信誓旦旦的说 今天这钱他们俩拿不走 这一下倒是把蟑螂惹恼了 说不给钱就把视频发到网上去 说完拿起手机准备发布视频 结果却被大壮一声叫住 随后大壮淡定的指向媳妇的车道 你没看见我媳妇的车一直没熄火吗 本来蟑螂还不以为然 没熄火咋了 你不知道有种东西 叫做行车记录仪吗 媳妇 你都忘了吗 我就是怕出现这种事 给你装作行车记录仪 我光顾着害怕了 我都忘了 我给过你们俩机会吧 你们俩也没珍惜啊 哥 清哥 我错了 你就饶过我们吧 我饶了你们 你们饶过别人吗 你看看你们俩 三十多岁的人 整天就干这些荡良心的事 你们是人吗 我错了 君子爱财爱 取罪有道 你们呢 碰瓷 恶人 中华几千年的传统道德 都让你们就饭吃了 你看看你们俩 像个人一样吗 就算你们干这个有了钱 你们怎么跟孩子说呀 光彩吗 我 你们想想 等以后你们有了孩子 他长大了 他会怎么做 知不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做好事的越来越走了 为什么知道吗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帮活烂子 哥 你就放了我俩吧 我家里还有老妈跟孩子呢 你别跟我说这个 没有用 我问你 你是等着我报警上警察来抓你们 还是你们自己去自首 我们自己去吧 老公 你就不怕他们跑了吗 不行不行 我一会儿到了医院 我就把记录一律的视频发给检查 他们要是敢跑 事就更大了 最后大壮这一番发人深省的指责 真是又解气又有道理 虽然这个剧情是编的 是对视频中的两个无赖说的 但也希望我们现实中的好人 能更多一些 当然大家也不必太过失望 毕竟这种视频的事情 现实中还是很少的 本剧只是采取夸张的手法展现出来 我是小李买尬 喜欢的点个赞和关注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